資負責任,現金投資是要全數自己負責的 因為他有秘密碼,保障自己的負責 因為即使他是好人,可能真的被人拿了 如果他真的不好,叫朋友拿了,我報失了 我報失了,我說不見錢,我又賠償給他 這個可以欺騙人的,你現在是想正的,如果不對怎麼辦 Kathy,我真是,不好意思,要對你重新估計 我以為你只有一個漂亮的樣子 原來今天我才知道你是有腦子的 很細緻 我問你怎樣看,紅還是黃? 我會選紅 紅,你是不是受Kathy影響的? 一點點,還有會覺得,在報失之前那段時間 銀行都認為那個卡你還在擁有 因為你透支是現金,很難證實到不是你去拿 尤其是他的情況就是一次過就已經中了密碼 很難證明到現金不是你自己去拿 而且那段時間,灰色地帶 人們說好像,我不知道還是不是你的 你就說不見了,但你還未報失 要是簽帳的話,我就覺得可能是不用負責 因為可以對簽名 又沒有交代到說有閉路電視看到 所以我想應該是要負責 好,好,最後啦,Yunice 我也是紅職,因為他們兩個已經說了一句話 而且我親歷了個案 試過被人打核包 就真的失去了,沒有了那塊錢 銀行都會禁止這些錢 這樣真是陰公了 會不會呢?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不是你男朋友 好啦,三位漂亮的嘉賓 雖然是這樣選擇 你們信不信他呢? 會不會轉軚呢? 如果是呢,就趁現在了 沒有機會了 八八八鐘,答中錯定 答錯,沒得正 轉軚開始 我看大家都轉軚了 又看到電腦的分析了 現在有二十五位參賽者呢 就是按了紅燈 只有三位參賽者呢 就是按了黃燈 紅磚王是沒有人 零 那黃磚紅呢 是有五位用多的 正確答案呢 我們有請報律師,麻煩 我不會是對的 喔 是,請解釋一下 原因是因為呢 雖然阿紅發現失卡之後 即時報室 但是他還未需要為那兩萬元 現金投資負責呢 就要看那個個別發卡銀行的條款 細則是什麼 那麼,在以上片段已經看到了 銀行是就著他的條款細則 已經發信通知阿紅要為這兩萬元負責 那阿紅是不能單單說他已經即時報室 而說自己不負責 那麼,銀行的條款細則 主要說是會跟回銀行同業守則 第30條 即是有關損失須負責任的一個部分 去理定他們的條款細則 那麼,在30.3條銀行同業守則 就已經列明了 發卡機構應該發出明確清晰的通知 列明如果在持卡人通知發卡機構 他不見了那張卡 或者他的密碼被人盜用之前 已經有一個未經授權交易作出的話 持卡人是需要承擔有關的損失的 那麼,如果持卡人並沒有任何欺騙 或者嚴重疏忽的行為的話 通常那賠償的上限是會列在500元以下的 但是,這個上限並不涵蓋我們這個片段裡面的現金投資 那麼,所以銀行可以有權要阿紅需要為那兩萬元負責 那麼,一般情況來說,銀行如何界定那個失卡的人 是屬於疏忽的行為呢? 那麼,要視乎個別銀行的條款細則裡面是說些什麼 那麼,一般情況來說,他都會在條款細則裡面列明 叫客戶是要保障自己的密碼和那個卡的安全的 那麼,如果他將那個卡四位放 那個密碼是很容易被人猜到的 例如,他是出生日期或者是自己身份證號碼 或者是將一個密碼告訴第三者 那麼,通常有條款細則會說 如果你說了給第三者知道 那麼,這些就嚴重疏忽了 例如,在片段裡面,阿紅的密碼是一次被人撞中 很有機會,其實他已經將這個密碼 是告訴了第三者知道的 麻煩你爆裏試試看 這條都是紅色按紅燈的朋友是可以勝出的 那麼,按黃色雖然只有三位 真不好意思,要你們離開錄影廠了 這條問題總共有25位參賽者 就是按了紅燈的,就是今晚的優勝者 有三位按黃燈的 那錄影廠有25位參賽者就變成優勝者 他們每一位都可以得到優勝的獎項